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大家好 袁醫生,常常都時不時在現在這個社會上 都有人聽到壓力、壓力、壓力不斷都出現了 無論任何年紀的人都會出現一個壓力的問題 我們選擇的方法,很多人都說做運動、聽音樂 但是其實另一件事就是在我們飲食裡面 其實可不可以讓我們消除壓力的飲食方法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聽眾呢 第一,大家知道壓力個人都經常覺得有 但是壓力不可以沒有 有好壓力、有壞壓力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適當的壓力和適當的處理 但是知道人都要吃東西,民以食為天 但是原來如果我們飲食方面是做得不好的方法 其實是會令到我們壓力增加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次的資料 其實這個資料我看回原來 我在2009年3月11日在大公報C5版刊登了 我想想一下這些資料 大公報你知道報紙的問題 就是你刊登一次一天 然後就沒有了,很可惜的 所以我將這個內容跟大家再重新分享一次 在飲食方面,我們說有什麼辦法 是由我們飲食方面去減壓 第一,我們知道身體消耗的能量 百分之七十是用於消化的 很簡單,所以很多人覺得 吃完飯後,飯起空心很硬 其實第一就是消化用很多的能量 當然第二就是我們消化的時候 血就進入胃裡,離開腦袋 所以有時候覺得很硬 好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健康飲食法 某個階段都可以這樣解釋 我們可以從而讓我們當作減壓 第一,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買那些有標籤的食品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教我們 你吃東西也好,你看一下標籤說什麼 你才去找 但我現在跟你說,盡量不要買那些有標籤的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新鮮的食物,譬如鮮肉、水果、蔬果、乳品的地方 新鮮是不會有標籤的 沒有法律要求有標籤的 所以通常要經過精煉包裝的食物才需要標籤 所以盡量避免有標籤的食物 都是避免經過精煉食物的最好方法 即是盡量買新鮮的食物 現在最近有些地方在農場那裡 我最近去了一個展覽會 裡面有一間公司 專門幫我們在農場去訂購 直到農場就運過來給你吃 由農場的泥土進入你的餐桌 這是最好的,最新鮮的 第二,我們盡量選天然的食物 我知道上帝始終只會做一些安全健康的食物 我們壞的東西自然間已經有了 當然天然的食物也有毒性 有毒菇,譬如薯仔發了烤,發了驚 當然已經有毒素,已經有毒素 還有大黃的葉,其實本身有毒素 但記得天然的食物應該會便宜些 比如薯仔相應比薯片便宜 還有薯條,因為不需要加工做 另外一種全穀麵包的價錢 雖然可以買到兩三個 醬糊糊糊,但全都是充滿空氣的白麵包 以整個物質來說 所以一片全麥麵包 比一個白色的麵包更加能夠飽肚 就是有些人慢慢咬 因為物質、物料實在多很多 而且營養價值都比較豐富 所以我們的食道 其實我們的食道是維持在石器時代一樣的 沒有大變的 過千幾千年、萬年 其實我們的食物應該盡量 接近石器時代的食物 現在一種飲食方法叫Paleoid diet 即石器時代的飲食方法 第三,盡量吃些越新鮮的食物越好 尤其是活生生的食物更好 你自己想過,如果在一晚以前的山洞裡 給了一隻老鼠,抓了牠,馬上弄死了 通常會弄牠吃了就算了 不會再慢慢搬飲、燒、醃製 如果你可以想像去模仿古人的行為 新鮮食物最好,其次就是急凍和懶藏 始終我們的食物裡不是合時的食物 但經常都有的 有時都會急凍或懶藏 有一個瘤等 再差一點就是缺水的食物 即是Dehydrated的食物 最後就是加工罐頭的食物 那些人的方法最好都是用一些炒的方法 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的炒是快的 即是你很快的 即是中間的那些蔬菜還是生的 表面就有熟食那種感覺 反而用其他食物 有時譬如蒸或水灑 就有很多營養是會弄走的 所以這個是當然生食是最好的方法 但其次就是快炒的方法 因為蒸、水神、維他命、各種食物 都是走走的 那薯仔當然要熟食 是不能夠生食的 但當然也有人用薯仔打汁 是 這個是用來 Wis Men Moore鮑癮 這些就是医癌的方法 OK 熟老蠓做生食的時候 你儘量要是吸煮的 鵝、水飯、水飯、水飯 都只是在口裡咬幾下 幾十下 一口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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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coaster 因为始终第一期的消化,第一阶段的消化是口汗的 所以你只要喝果汁也好,都是在喉咙里挖一下它,慢慢挖一下 就不好,因为它是液体,就马上喝下去了 始终食物不经过正确的消化,是吸收得没那么好 就是要强调我们也是要咀嚼食物才吞下去 第四,我们有一个新的食物金字塔 最底层是蔬菜,以前是谷类的 为什么以前是这样呢?主要是那些大的食物公司的影响 他们决定了什么叫做好的食物,主要是帮销售那些产品 正确的是一个新的食物金字塔 现在有些人就不用金字塔了,用一个洞 其实是一样的 总之最主要最基层是用蔬菜为主 然后上一层就是,蔬菜就是五眼六色,什么都吃 尤其是煮多些沙律 香港人,中国人没有什么吃沙律的习惯 但是尽量有机会去用 譬如在日本,或者在韩国,都有很多发酵过的蔬菜 这些是更加好的 就是那些前菜 加上水果,水果除了苹果香蕉一般 吃多些啤梨,士多啤梨,南梅 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更加高 那南梅已发现,对老人的痴呆是有帮助的 好了,这个是最多的 就是水果蔬菜差不多只剩我食物的三分之二 当然,有些人不喜欢喝牛奶,吃鸡蛋 我们不需要买一些特别健康 可以用一些简单,不会太贵的饮食方法 大家都听过,在70年代 有一位叫Nayton Pritken 他自己是一个工程师 他设格了一个帮助心脏病病人的饮食方法 他自己有心脏病 他不想用那些踏桥、化学药的手法 他结果创立了一种饮食的方法 例如小糖、母脂肪和小肉 发现很多人不需要做搭桥手术 一般人,如果肉食多的人 会吸收太多磷 磷就会将身体的钙消耗 身体要中和磷的酸体质 而因此流失 所以很多时候 喝牛奶多的地方 或者肉类多的人 亦会产生骨汁松疏的后遗症 或者脱牙、牙齿 即即钙的流失 还有吃肉多的人 都容易患上尿酸痛风的问题 大肠的问题 癌症和臭气 放屁很厉害 所以如果我们吃肉 如果吃红肉 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吃4盎司 即不要吃太多 有些人说 我吃肉 但是我切了表皮的脂肪 当然 你可以将表皮的脂肪切走 但其实肉里面的 牛扒里面的脂肪很多 尤其是漂亮的牛扒 你会发现中间有很多脂肪 是 所以变成像那些渗牛脑 你会发现是很软的 一只脂肪是融的 为什么是全部脂肪 当然最近有一种叫做 新同饮食法 也很强调吃多些脂肪 和蛋白质 是会帮我们减肥的 当然 有些人的体质 是用这种方法 是可以减肥的 是可用的 也有些人用这种方法 来治癌症 因为癌主要是 喜欢吃甜食的 喜欢吃糖的 所以任何淀粉质 糖分全部彻底减低 可以用这种所谓的 饿死癌细胞 这种的新同饮食法 这种是新同饮食法 好了 那 还有呢 我们吃东西 比如吃肉那些 都是用焗 煮或者烤的方法 这样 就不要用炸 肉类那些 尽量不要用炸 有些褐化碳水化合物 比如粟米 薯仔 糙米 原整的穀物 比如烟物 大物 小物 桥物 这些食物 纤维会较多 就可以防止 那些糖分 在突然之间 血液里面崩升 但是知道 穀物也需要三个小时之后 去消化 如果吃太多 它也不会 存在身体 它会制造脂肪 所以很多人都有种错觉 我以为我吃肉 吃脂肪 就会变肥 其实不是的 是 就是淀粉汁才会变肥 是 吃糖分 糖分的方便 所以 但是我知道 纤维高的 可以将食物 快一点 暢通 带离开身体 所以有时候 纤维多人 可以帮助 减低 卡路里的进食 是 好了 第五 就尽量避免糖分的食物 白糖 很明显 就算黄糖 蜜糖 蜂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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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黑椒糖 始终都是糖分吸收的 OK 那当然 白糖绝对要解 蜜糖 也要小心一点 OK 到后来黑椒糖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它抗蜜盐豐富 如果我们用 我们都会用在这里 但现在最好的糖分 有些所谓的 stevia 甜菊精 有些用 塞里托 其实最好 我最近发现 都是用罗鹤广糖 因为罗鹤广糖 没有什么叫做after taste 不会令到你的食物 改了一些味道 它是一个很好的代替 白糖 其他一些糖 有些人喜欢吃甜食 但也不想有糖的卡路里 尤其是糖尿病 或者有癌症 可以想想想 除了糖之外 我们也尽量吃在食物里面 我已经研究过 叫做真糖值 Galicemic index 是 尽量吃低些Galicemic index 例如Galicemic index 低的食物 由肝果 铸蜜谷 豆类 新鲜的生果 蔬菜 果仁和种子 一路一路比较低的 除了糖之外 尽量避免食炎 除了全素的人需要加点盐 但其实很多食物里面 比如美洲的南瓜 芹菜 青豆 意大利瓜 其实食物本身有蓝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再加点盐 因为食物里面本身也够了 白糖白盐 就是要我们尽量减的了 第六 尽量避免每天吃同一样的食物 不断转向我们的餐单 当然很多人都 很多人习惯了 懒了 他们习惯了 习惯了 他们都没什么所谓 但尽量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食物不断吃一同一样东西 是有机会食物敏感出现的 OK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些问题 突然有敏感 就是因为你吃某一样东西 吃一个 过量了 身体就会敏感化 所以我们将食物移动 例如很多时候 我们都发现有些病人 有对某种食物敏感 但他们不想完全戒 就说每四天吃就少少了 是一种的手法 是 还有就是 当然 汽水和可乐的肝源 尽量不会喝 有些糖症 有时候你发现 对某种食物特别喜好 原来很多时候 这些食物是原因你这么喜欢吃 就是因为这种是致敏的食物 很怪的 身体会学吃一些食物 其实是一种敏感的食物 譬如有些牛奶 譬如有些人经常说自己伤风感冒 伤风感冒是自己好的 患了一次之后 几个月都有免疫 所以你经常觉得自己伤风感冒 其实是敏感 是上呼吸系统敏感 是鼻敏感 通常是牛奶类 牛鱼类的食物是导致的原因 有些人对黄豆粟米有敏感 尤其有些人经常吃三菲脂 我发现三菲脂的人 很多时候跟粟米有关 因为现在我们的粟米是基因改造 是有问题 是 千年的粟米大致上 应该人类已经适应了 那么多千年来 但现在很多食物是因基因改造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 就经常吃三菲脂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食物敏感 小麦和蛋类 尤其是三菲脂的皮肤 濕疹 很多时候跟鸡蛋有关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发现有些问题 好像眼睛是挥之不去的 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由你的食物可不可以留意 如果你越是喜欢那样的食物 很大机会 那种食物是对你敏感的 是的 一连串言医生 介绍了 怎样我们一个健康 或者所谓的减压的饮食方法 餐单 正如刚才已经这么说 人就是懒 经常继续吃那样东西 吃那样东西 就变成一个敏感的 出现了在皮肤下的人 其实反过来 又是造成了一个压力 所以适当地选择 我们的餐单 或者是进食的方法 都可以帮我们造成一个减压的 好 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题目就是我们的 减压的饮食法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摘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摘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摘地器的治疗 摘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减压的饮食法》 明健先生 之前你也帮我们介绍了 是我们要采用最好吃的 一些天然 新鲜的食物 也都要把我们的餐单 不断地去改变 Rotate 没有在吃一样东西 而造成皮肤的过敏 白糖白鹽 这些是尽量避免 已经是一早已经说过出来的 或者可不可以 再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其他的方面呢 好了 还有时候 千万不要有情绪不稳的时候 吃东西 有时候紧张 生气 不开心 或者抑郁 或者当时被人骂 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就是说 哎呀我一不开心 压力的时候 就是去吃东西 但其实是不应该的 肯定会放过我们的消化 所以通常呢 家里通常都在吃饭桌上 大家聊天 但是很多时候 聊天就叫起来 所以尽量不要在饭桌里面 扎骂小朋友 有些什么吃得不好 跌到骯髒了 或者发脂不失用 都不要那时候去扎骂 要尽量保持一个安长的心态 很多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之前 静静地坐一分钟 感受一下 很多人都会这样 有些人很喜欢 就是会祈祷 是吧 祈祷是很好的 吃饭之前祈祷 好像有些sahaj 他们喜欢清洗食物的能量 这些都是一种好的方法 第一 心平气晴 就是把负面思想弄走 呼吸祈祷 因为如果减低所谓的防外消化的信息 好像黑板的抹载 可以先抹载 这样才可以做成一个帮助 那 这种发现 它做抢装 大声的祈祷 会减低抢道的气 感音和喜悦的心情 会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 所以这些传统的做法 其实是有真正的科学 有真正的生理上的帮助 好了 第八 就是我们吃的食物 现在食物里面 碟里面什么都有些 有西餐也好 有很多的 有蔬菜啊 有谷类啊 有澱粉质啊 那 通常我们说 尽量是如果碟上的东西 先吃那个蛋白质 当然 以前我听过一些natural hygiene 讲话 食物就先水果 因为消化得快 跟着有蔬菜 跟着有澱粉质 跟着有澱粉质 跟着有蛋白质 但是如果在碟里面 看到的食物 我们先从食物蛋白质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蛋白质 需要消化多些 所以我们先吃它 就慢慢水着起舌 起码三十次才可以吞 不要让其他水果 蔬菜啊 来到甜品 稀释我们的胃液 让这些胃酸 有好地才消化到蛋白质 好了 当蛋白质上胃部 不断地搞动 我们最好 要慢慢地 再慢慢地 吃那些蔬菜 直至到溶掉 才吞下去 OK 因为如果食物 未被完全 咀嚼 会增加 腸胃的负担 当然 慢慢地吃 慢慢地多咀嚼 是容易令到你感觉到饱 不停止吃 不会过多吃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吃了我们身体的信息 感受到饱不饱的信息 是慢一点的 如果你慢慢吃 就很快 这个信息出现了 就是说我够饱了 如果你狼吞苦液吃 你吃到最后 整天就过饱了 好辛苦 好辛苦了 有时候糖分 这些东西都会干扰蛋白质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吃东西都是 尽量单一去咬 单一去吃 不要一口饭 一口肉 一口什么 那就比较麻烦 你看到什么 吃那样东西 只是嘴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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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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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你身体某一部分需要营养的时候 你身体自然会想吃一些东西 比如你想吃红萝卜的时候 很想象你的眼睛和皮肤需要红萝卜的维吞素A 或者β-carotene的胡萝卜素 你想象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进入你的身体需要的地方 你吃些糙米或者粗纤维的食物 你想象你的大肠是需要纤维帮助吸收水分 令大便软化和容易排出 进食不同颜色、汁感、味道的食物 你享受你的食物的滋味 所以你看到现在很流行的电视台 外面无数这些班人那些 其实是很强调那种口感、汁感 我最近去了日本 去到一个是Conrad 有间叫China Blue 中国厨 他好像都是拿Michelin 奖的 他做了一个食物 包裹那样东西 里面有一个很爽脆的 然后有些肉包着它吃 其实就是一咬嘴 那种很爽脆的口感 其实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的食物都变成糊 就会很爽脆的 为什么食物有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不是一批东西 你可以看到 慢慢享受食物的汁感 令到那些味道慢慢出出来 通常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大声说话 因为你吞了很多气 好了 第十就是 有时候你见到一些人是保持消瘦的 就是他可能 吃的都不肥 可能他的体质是这样的 但也有很大机会是他们的饮食方法 OK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他们会觉得饿才吃的 一饱就停止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算你的碟上有种多余的食物 都要停止吃的 但是发现肥的人 通常也有个坏乘惯 他是真的吃得多一点的 就是不只是生存代謝本身有问题 他真的比一般瘦人吃得多一点的 所以我尽量用一些小的碟去装食物 不要承认大半 吃东西就是这样 一份份拿 譬如你吃柱头餐 每个大碟堆满了 你的味道不好吃 你拿一个小碟 少少少少 你已经吃完之后再去拿 你会发现你就不会过量吃 所以你可以和其他人学习 通常人的饥饿感 和我们的血糖低有关 很多时候 有些人的血糖不稳定的人 是不饿得的 你知道血糖不稳定 慢慢会变成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 现在有三个人 有一个都会有的 所以饮食方面 会让我们感觉到 了解到身体有什么健康的问题 所以吃东西方面 尽量吃的份量要少 我最近去日本 日本有一个电台节目 是加拿大湾的Fair Chow 有电台跟着他 其实他的想目的是 想知道 我这个节目和健康有关 健康饮食有关 其实他想知道 为什么日本人 是这么长寿 虽然香港最近追上了 但是以国家来说 日本整体国家来说 这么多年来 都是属于最长寿的国家的人 所以你一看到 为什么日本人 会这么长寿呢 很简单 在饮食方面 大家看到 吃东西都是小小的 我经常问 为什么做什么 一口就没有了 是是小小的 很精细 说很多东西 他们都很好 在外面前解释 解释 但真是口袋很小的 是很小的 所以你看到 他们吃的份量是小的 而且你看到 日本人 是吃很多什么呢 是吃很多发酵的食物 纳豆 纳豆是帮你降血压 通血管 吃很多泡菜 还有很多面糞 面糞 这些全部都是黄豆的发酵 所以发酵的食物 酵素是对我们的健康 很大帮助 而且他们吃很多 紫菜海带 是 所以他们的抗物炎 和癫質 是很丰富 不会缺乏的 现在很多文明人 那个甲上腺 是低的 但他不知道 他只是不能感染 但其实他是过低的 吃多些海带 癫質 在这方面 是帮助甲上腺 新臣代謝 处理得更加好的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人 还有他们吃很多海产鱼 很多的鱼山 Sashimi 其实很多的鱼类 还有很多是山式 然后这里种种 还有绿茶 他们很流行喝绿茶 绿茶也是一种抗癌 医癌的一种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你看到他们吃东西 都有一个茶道 慢慢来慢慢来 有一个礼节 东西小小睡 小小睡 放到一块块 就不会混乱地吃 所以我看到 为什么日本人 那么长寿呢 很明显 他们的饮食习惯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有些人就发现 去尝试断食 但断食的时候 就出现一种头痛 就好像人家戒毒 戒烟 头痛 很明显 有些是敏感的 才会出现这些情况 突然之间 身体是学习一些敏感的东西 一敏感 就制止身体头痛的症状出现 突然之间断食 没有这些食物来刺激身体 它会头痛的 其实给你的显示 其实 你是有些食物 过去有很多食物是敏感的 所以断食的过程里面 会让你的身体 重新是执拾一下 好了 那么 有很多人是想 減肥 也都经常都不成功 有一种原因 有些人减肥 就是离开早餐就算了 当然吃少一点是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 离开不吃早餐 其实未必是对身体最好的 因为身体日间需要很多体力 来应付工作 如果身体没有足够燃料 会给身体一种错的讯息 令到他晚上就出现不饮不食 但是有些人说 早上是觉得闷 和没有胃口 也可能因为他晚上吃得太多 淀粉质的东西 出现身体中的酸毒 好了 现在最新的资料 的食法 例如有一种减肥的方法 我这叫做间断式的断食 英文叫做Intermittent Fasting 通常就是这样 就是尽量在进食的时间 是缩短做8个小时 例如12点开始 到晚上8点 即是你吃东西就尽量在那时候吃 然后你晚上8点 翌日的12点 没有很大的船时间 16个小时是没有食的 这个就是断食 在某程度上 反而这种间断式的断食 就是每天这样做 是会对这个减肥 和整个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有些人不妨可以这样试一试 早前也有一些年轻人 都尝试去做这个减肥的方法 网上也有流行过 是的 还有一种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习惯 就是一天吃三餐 这个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又不是有什么科学根据 一定要这样吃 其中一种解释 为什么以前吃一天三餐 因为以前吃东西 通常要自己用火 不能够一天吃六餐 每次用火煮 所以就分开它来吃 其实我们在身体吃东西 其实是视乎你的身体的感觉 又不用吃很多餐 有时一天一餐就够了 中间就不是不吃东西 吃少少东西 不是一个全餐的吃法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你根据自己身体 需要时吃 就不需要说 限时限日 某个早上吃早餐 或者小时吃午餐 其实不需要 如果那时候不饿 其实不好吃 你可能一点点饿少少 吃香蕉就够了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说 我们所谓盘古初开 我们做一个hunter gatherer 我们的狩猎环境 是不是 你不是整天有食物在 不是储藏了 有得吃 暴裂到 吃就吃得饱 但一无得吃 就饿饿一两天 其实我们身体大概 那么多人来 都是习惯这些 所以最新的饮食资讯 都是告诉你 我们不需要 每天吃到三餐饱饱 吃东西是不要吃多 是吃少 是比吃过量 大部分鸡病 是吃得太多引起的 所以如果你一天觉得 一餐够 就要吃一餐 其他的当然 什么都不吃 喝水 吃简单单的东西 都是足够的 最后我们和以前都分享过 就是食物的配搭 对不对 是 大概上我们通常有 淀粉质 有蛋白质 肉类那些 和蔬菜 我尽量都是 和水果 基本上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蛋白质 肉类和淀粉质 就不要同时一起吃 如果能够这样做 即是你鞋扒就鞋扒 你鞋扒就吃肉 就吃肉 就不要吃肉 有薯片 有薯蓉 薯仔 或者饭 混合在一起吃 很多时候 这些人喜欢吃水果 很多人喜欢吃饭后果 其实水果最重要是单独吃 就是不要和饭后吃 你平时饿就吃些水果 不需要饭后 一定要吃些水果 如果你能够学习这些饮食的方法 你就会减轻身体消耗的能力 就是一种对身体减压的 健康的饮食方法 好 谢谢袁先生 和我们分享了 一个很简单单的 一个减压的饮食方法 如果我们不将能量 集中在消化 令到我们个人 好像常常都饱饱饱 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 可能令到我们的脑筋 又会清醒一点 工作上的效率又会快一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减压的方法 还有刚才说过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吃多餐 或者是尽量不要吃到过饱的时候 不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脂肪的积聚 肥胖 或者引起糖尿病 其他心脏病 这个也是对我们健康有的帮助的时候 亦都可以帮我们减低我们 对于健康的压力上的情况 好 今天我们多谢袁先生 帮我们今天的分享 希望这个节目里面 可以帮到大家去重习 你们健康的状况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 bwd6 晚安 5 5